台北市逸文推广处举办111年掌中戏观摩会演 17号晚上由新快乐掌中剧团带来狄青慧姑母 尽管外面下着细雨 确认性民众带着小朋友前来观赏一堵传统戏曲的风采 这一次逸文推广处特别选在松山区有这样子的一个逸文推广掌中戏的活动 那在这个我们松山区的车站出来 在慈悠宫的前面的广场有这样子的一个展演总共有六场 那预计在这个10月19号演出完毕之后会移到北投 那欢迎市民朋友们可以踊跃的去做这样子的观赏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逸文作与支持 111年掌中戏观摩会演邀请12个不同剧团带来精彩演出 拼场较尽意味浓厚观众也可以欣赏到不同剧团的演出特色 我们从10月14号开始呢有一连12天的掌中戏会演的演出节目 那我们掌中戏会演呢就汇集了12家不同的掌中剧团 那我们前六天呢从10月14一直到10月19 像今天进行的真快乐掌中剧团呢就是我们的第四场 那它是一个传统的剧团 那今天演出的是古路戏狄青会国母 那10月20到25号呢我们会在七星公园 就也是在捷运站旁边哦 捷运新北投站2号出口一出来就会到七星公园 那我们也会有一连6天的掌中戏的演出 那其实我们这连续12天的这个掌中戏的演出啊 就有一点像我们传统呢 这个戏台拼台较劲 在拼戏这样子的意味 然后呢也都是免费的户外演出哦 就是非常欢迎所有的 就是左邻右舍可以休旧来看戏 掌中戏观摩会演 10月14号到10月19号在松山国小广场 10月20号到10月25号在北投七星公园 每天晚上七点演出 相关演出讯息可至台北市一文推广处网站 或大道城戏院脸书查询 欢迎民众免费前往欣赏 感受布袋戏的美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